我們要做一個測試喔 這個測試呢是 SP張角 他會使對方有一個流血 100%機率會流血喔 那我想要看看說如果我再搭配一隻司馬招 他的流血技能會不會加痛 因為有一個異傷嘛 那首先是沒有司馬招的喔 給張角跟黃蓋 上了一個流血 那看一下黃蓋流血後會多少 他是損失了10900左右 就單純就是只是上了這個 史迪君後排流血兩回100% 兩回合的行動 每次行動都受到50%的傷害 這個50%機車傷害就是 10000了但是沒有異傷 基本上他馬上就死了 好那再換下一個 好那這一次的話呢 是有加司馬招的異傷的喔 剛剛的話是10900左右的傷害 好那有加司馬招的異傷 他行動之後 他行動之後呢 只是損失了10535 的傷害喔 所以 額外 所以行動之後的 損傷流血是 沒有加上司馬招的傷害 因為像這個司馬招的傷害 他說會使目標跟四成都陷入異傷 增加傷害48% 照理來說 加48% 剛剛原本1萬加48% 應該要再加個 變成1萬5吧 但實際上是沒有的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奇怪 不過我的張角其實是一樣的喔 16 266 那這邊的張角也是16266 我沒有換喔 就是當場馬上來測試的喔 所以異傷是沒有任何的差別的 也是很令人 怪異的地方 我再來看一次喔 這個是有司馬招加張角的喔 有異傷對不對 你看看狀態喔 他有一個 異傷48% 然後流血 是張角 然後兵變 只有10535喔 真的異傷是沒有用的喔 所以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OK謝謝大家